接下來的時間將會是我們演講的時間 我們今天分別有不同的嘉賓 就著中西醫藥結合和中醫藥的科研發展和實際的應用 為我們作出演講的 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首先有請我們今天第一位的主講嘉賓 他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榮文醫生為我們分享的是本港的中醫中陽發展 我們以掌聲歡迎高局高醫生 我知道高醫生今天是在八幕邊中抽空出席 我們掌聲給熱烈的掌聲高局長 為我們在中醫藥的發展帶來分享 我這段時間交給高醫生 大家大家好 首先我感謝黃銘珍處長 和創新科技處 安排了這個中藥研發的研討會 這個研討會首先令到我見了很多 多年都未見到的一些中醫藥界和中西醫藥界的朋友 也都看到今天的出席 也都令到我覺得 在香港的中藥界發展 無論是香港或是國際或是國際的支持很大 除了黃處長剛才提到 非常多最多的是我們的中醫藥界和中藥界的很多朋友 學術界的很多朋友 更重要的是我們政界的很多朋友都非常支持 尤其是我們立法會今天都有王敬光和王大輝議員都來支持 我們賽馬會 Douglas都有在 在香港和醫療的服務和中醫藥的研究都是很大的支持 我知道今天的研討會是以中藥的研發作為主題 當然這個也是創新科技署多年來一直跟業界一起推動的一個個體 不過我今天說的就是一個比較宏觀一點 在香港的中醫藥的發展的一個概況 那好像黃署長剛才說 我自己也都在過去十幾年 有機會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崗位裡面 參與香港的中醫藥的發展 所以在這裏有這麼多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我們在政府來講 整體中醫藥的發展的一些想法 相信在座的很多位朋友都跟我一樣 過去十幾年見證了中醫中藥 在本港醫療產業和公共衛生上面的迅速發展和增長 也都看到我們港大的市民 對於中醫藥的服務的需求是這麼增加的 香港特區政府一向是非常重視中醫藥的發展 這個當然大家都會看到 是跟回歸之前的情況是不同的 我們認為首要的任務是建立一套 延前的中醫藥的規管制度 這個看法在哪裏來的呢 最初應該是在1995年 當時已經是 港醫政府成立了一個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 由當時謝志偉校長做主席 這個籌備委員會有兩年的時間工作之後 1997年提交了報告 這個報告裏面的一些建議 其實就是鋪排了 在往後我們看到中醫中藥在香港這十幾年發展的一個軌跡 其中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首要的一個任務 是一套完善的中醫中藥的規管制度 為中醫中藥全面和健康的發展提供穩固的基礎 有效和嚴謹地規管制度 是幫助我們保障公眾對中醫中藥的信心 也都加強消費者的信心 我相信這個基礎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一個里程碑是在1999年通過的中醫藥條例 就是規管中醫中藥的執業銷售製造等等 提供一個法律的框架和一個良好的規管基礎 直到目前為止 香港有6500個註冊的中醫和2700個表列中醫 為市民提供服務 另外呢 是因為我們要發展中醫 我們必須要背靠我們內地的 所以呢 亦都有不同的時間 都有很多名的內地的中醫中藥的專家教授 透過有限度註冊來到香港 協助我們在中醫藥方面的 無論是內臟服務和科學科研教授 在人才培訓方面呢 自從1998年開始呢 亦都我們各大的大學 亦都開始舉辦全藥制的大學課程 目前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 已經是成為了中醫藥學院 或者中醫學院 是設有為期六年的中醫學士課程 當中呢 浸會大學在2001年 也都設有中藥學的學士 教育學位的課程 集中培訓中醫、中藥給人探 另外呢 我們所有的大學 都有研究新的課程 匯分中醫藥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人才 因為這個研究方面的人才 亦都是特別重要 尤其是今天這個話題 我們講中醫藥的研發 在中醫藥研究的人員方面 其實一直都聽到 在香港是必定足夠的 在這個科研的課程方面 另外當然呢 是不同的機構 包括臨床機構 和學術的機構 也包括政府 創新科技署 也都指令推動中醫藥 在研究方面的工作 正如我剛才提到 蔡馬會也都 很積極地在這方面 投入了資源 亦都是協助我們中醫藥的科研 在2003年開始 是為了提供一個平台 就是給中醫、中藥臨床的研究 因為剛才我們講到的研究 都有很多方面 中醫、中藥有很多 就算是研究的領域都是很講座 包括基礎的研究 包括藥物開發 包括藥物認證、檢測 但其實臨床的研究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範圍 所以自從議員尼三年開始 醫管局 正如剛才將醫生指出 已經在各區 開始的一間中醫教育中心 不過這一個在香港正式的醫療體系 裡面引入中醫服務 其實這個歷程也不是很簡單 其實這一個在正式的公立醫院體系 裡面引入中醫藥的服務 最早提出已經在2000年的特首的施政報告 而在2003年 即是中間是經過兩三年 就算在醫院管理局內部 都要經過兩三年的混藥期 才可以在2003年的一年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會議上面通過 那我在出席這個行政會議的時候 也都看到 其實這個 一個這樣的建議 其實在社會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特別大家要注意 當時要來三年前後 香港是處於一個經濟危機的概念 所以甚至提出 是否值得用一個這麼大筆的資源 在政府方面來做這個工作 會不會將這個工作 給民間的學術組織去做研究呢 其實這些問題 都是要去延遲三年一月 才在行政會議解決 令到醫院管理局獲得一筆 是這個經常性的一億的活款的 就是那個資源來開發 到現在已經有十七間投入服務 而每年的應診人數已經超過九十萬 接著醫生說 應該跟著這一年 都應該第十八間 令到每一間 即每一個香港的民間區 都應該有一個中醫的教育中心 而這個三方協作的模式 也都是由當時在醞釀期裏面 構思出來 就是非政府機構和本地大學 再跟醫管局一起去工作 那這個教育中心 一方面為市民提供直接的服務 另外一方面也都為大學進行 臨床研究和實習部分的一個基地 那今年呢 在中醫教育中心開展的科學計劃 其實都有很多 即是一路在這些中心都有很多計劃 那今年開始的呢 就有重鋒口 吞燕困難 以及失眠 這些項目才是一個例子 也都自從2006、2007 財政年度至到現在呢 在醫管局的監督之下 已經完成的科研計劃 一共有二十九個 在國際期刊 發表了的文章 學說文章也都有二十三篇 只在醫管局這些教育中心裡 當中那個文憲呢 也都有很多的 有高期刊的影響系數的題目 包括中西醫互相的作用 互相影響的作用 肥胖的問題 創傷性老鼠傷和失眠等等 這些也都是 那個研究 那個在國際文憲裡面 那個影響的系數呢 相對高的一些項目 在醫管局的中央中醫的委員會裡面 也都成立了中央的科研工作小組 是去促進支持和協調 高品質的研究的結果 將它引用到臨床治療那裡 滿足社會對醫療中醫的 那這個工作小組呢 也都會先定立優先的研究專題 也都是透過一個公開招募相關的研究項目 再分別呢 是由醫院管理局組成的中醫教育中心 是由醫院管理局組成的研究 另外一方面呢 個別的研究單位 都可以向中央科研工作小組 申請進行辭職的研究 利用中醫教育中心 再研究案件 這個機制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 我相信以後呢 在我們的推動中醫中醫藥的研發 和中醫的臨床研究方面呢 這個機制 我相信也都有需要再一步看看 它的使用可不可以擴大 令到我們能夠更加好利用 透過這個機制互出的資源 去支持我們本地的 對於中西醫有關的一些臨床研究 在這個計劃之下呢 的研究呢 亦都可以包括臨床和臨床前期的科研 亦都是一些文献的系統研究 都可以研究 那同時呢 為了能夠很好的利用 中西醫藥診療的功效 醫管局也都在20間醫院 或者核下機構裡面 使用不同模式的中西醫建合的服務 透過加強中西醫的溝通 綜合兩個醫療體系 對特定病種治療的優勢 為病人提供適切的診療服務 另外呢 包括廣華醫院的重建計劃裡面呢 亦都呢 是初步制定了會託指中醫的住院服務 那麼初步的建議呢 是會在江南醫院的擴建之後呢 提供五十六張病床的中西醫的住院服務 那麼這個 這個中西醫建合的一個模式呢 亦都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我非常之關注的一個問題 當然今天 也都是我們講的問題 主要是講中有的研發 但是呢 其實我始終認為 臨床的服務 還有新的治療方法 包括新的藥方的研究 其實是分不開的 如果我們在香港來講 要有一個 能夠有一個平台去讓我們 將一些好的中醫的配方 或者一些治療的方法 推向國際的話呢 那麼 是國際間一定是會 所以看看我們香港來講 我們中醫的臨床的服務水平 是怎樣呢 中西醫的結合的治療模式 發展去到什麼階段呢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 是高質量的中醫的臨床服務 或者不能夠有一個 配合現代的醫學發展的 一個中西醫結合的臨床的模式呢 我相信我們做的任何一些 中藥產業的推廣呢 那個說服力呢 都是不夠的 所以我自己個人呢 也都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呢 也都非常關注到呢 我們在香港怎樣發展 一個適合於香港和世界的 中西醫臨床結合的模式 講到這裡 當然中西醫結合呢 在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講法 有些人的 即是有些地方的中西醫結合 包括中國內地 其中一個模式呢 就是一個醫生呢 他是要中西醫結通的 但是其實 這個不是一個唯一的模式 其實有在世界上 我留意到最新的一個 在文件上面的發展呢 中西醫結合呢 在國際間呢 稱為 就是廣泛地稱為 結合醫學 結合醫學的模式呢 並不一定要求 每一個專家 是中西醫並通的 也都要求了 在香港來講 我們有超過 6500個註冊中醫 1萬1千多的註冊西醫 當中只有一小部分呢 是真是中西兼通的 要要求呢 其實這麽多的數目的 中西醫都結通呢 除非好像我們內地那樣呢 在1950年代已經開始 倡議中西醫結合 或者中醫學西醫 西醫學中醫 否則的話呢 在香港的醫療時候 要做這件事呢 也都要幾十年 才可以做到 所以現今在世界講的 結合醫學模式呢 其實是尊重每一個醫學的專方 或者一個醫學的專業 無論是中醫師西醫師 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傳統的醫師 或者其他在西方的治療法 或者替代治療的醫師 甚至我們香港的專職醫療 的一些醫務人員 都是尊重每一個專業自己的一個學問 不需要要求每一個都通過其他的 但是呢 最重要的概念呢 是以病人為中心 在這個基礎上面呢 一定要建立的基本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的專家呢 除了自己很精通自己的一門的學科之外呢 對其他的一些 比如說我是中醫 我是對西醫呢 都要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未必一定要有這麼多 因為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呢 能夠令到我們可以了解到多些呢 在一個特定的留床情況之下 究竟用中醫 要是西醫 要是中西邊用 肩膜的方法呢 是最為對病人的釋放的 也都有利於呢 中西醫之間的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然後互相合作 那這個是比較基本的要求 也都比較容易達到 有這樣的基礎之後呢 就要用長症醫學做一個 最重要的認識 就是說呢 如果我是西醫 那我了解一定程度中醫呢 在哪些的領域呢 是療效比較好 而我也都明白到西醫呢 在哪些的領域呢 那個發展呢 或者臘床治療效果是秘如理想的 舉例 如果我是一個西醫的骨科醫生 那很多西醫的痛症呢 我們可以透過手術啊 或者各種的先進科技去治療 但以哪有大量的病人呢 是西醫骨科體痛症的呢 其實我們未必能夠呢 很針對性找到一個病 在解剖學上面的一個問題 而針對性用藥 或者治療 或者手術去解決 這些病人是很多的 那這些病人呢 只要我排除了 一個比較大的風險 比如腫瘤的風險 或者一些感染的風險之後呢 其實 在建合醫學的角度來說 我的要求呢 就是以一個開放的態度 病人可以選擇 用西藥物理治療 生活上的適應 也都可以呢 用中藥 中醫中藥 針灸 或者其他方式的態度 在醫學去治療 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臨床的 一個 我們怎樣看呢 結合醫學的一個態度 也都有 外國呢 是有 用一個這樣的模式去做 就是說 每一個醫生看了你自己的科之後 如果你發現病人是適合 用你自己的學科的奇數去醫的 你可以繼續的 因為 這個很實在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一個病人都要求呢 是全部專家回診的呢 在這個時間上 效益上 成本上呢 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所以如果我覺得這個病人呢 是能夠用我這個學科的知識呢 可以自理這樣就做了 但是如果我一 初步診斷之後 我已經覺得 其實應該可能有別的方法 或者用別的方法更好的 我就應該 將病人轉介 而選擇性的 有些很複雜的病人呢 這個在內地的醫院呢 我們經常見到呢 就真正用上 中西醫護疾病 那我覺得呢 就是這個 就是 就是一個 我 就是 經過我的經驗呢 就是覺得一個一個這樣的模式 外國人都有這樣引用 但是我們其實下一步的 任務很重要呢 就是要將這些這樣的想法呢 沒有系統這樣能夠表達到出來 令到呢 就是大家都有一個討論呢 然後真的有一個正式的模式出來呢 我們香港可以用到 另外一方面呢 在中醫藥的產業方面呢 香港的中醫藥的生產總額呢 和經營的盈餘呢 在我們發展中醫藥的這十幾年裡面呢 也都有一個增幅 根據香港統計月刊 2008年照年 2010年的生產總額 由45.8億 增加至11.6億 增幅是百分之12.6 平均每年增幅百分之6 經營的盈餘呢 增長的幅度更大 所以有關中藥財對外貿易方面呢 2011年本港總的進口中藥財的貨值呢 是共13.5億 其中呢 是有百分之六十 大約14億的貨值的中藥財呢 是用作在本地內銷 另外的貨價的中藥財呢 也是轉口 所以在香港來講 無論是中藥的產值 以及在入進出口轉口的方面呢 在這十幾年來 都是有一個可觀的增長 這個很可能就是 在整個社會的氛圍上面呢 當我們業界 學界和政府呢 都一直在推動中醫藥的財市的時候呢 實際上呢 就是那個氛圍呢 造成呢 是對中藥的信心和需求呢 都是增加了 中藥產品在國際市場 上面的需求也都不斷上升 最新的數據顯示 今年上半年內地 中藥進出口額是154.4億港元 其中出口佔116.2億的港元 比起同期的去年 都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幾 所以這些數據在在以前 無論在香港或者在國際上呢 可能是因為臨床的服務啊 水準提升啊 還有我認為更重要呢 那個氛圍 影響到呢 需求增加到很厲害 所以尤其我見中藥產品 本港以至國際的市場上面 全有很大的反省空間 我們希望呢 大家各界呢 都可以攜手合作 把握時機推動這個發展 而為了推動香港中藥的發展和貿易呢 我們認為呢 中藥標準的國際化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呢 其中一個發展呢 就是推動和擴大 香港中藥財標準研究計劃 政府衛生署的推動和領導之下呢 2002年開設了港標的研究計劃 常用的中藥財呢 我們制定標準 也都呢 成立了一個由本地內地和海外 著名專家學者的國際專家委員會呢 去協助去推進這方面的工作 這個研究計劃呢 亦都呢 擴大到日本第六間的大學呢 對共同參與 包括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城市大學 科技大學 浙會大學 和理工大學 那台灣的中國醫藥大學 和國家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 總局合法的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 也都有和我們合作參與 直到2013年1月呢 這個計劃已經為大約五百種的中藥財產能夠 那我相信這個發展的領域呢 我們是非常重視的 我最近在推動香港中藥發展 和中藥發展委員會的工作上面 也都多次和特首交換意見 特首都是非常關注到 在國際上 不僅是在香港 是對中藥的標準認證的工作呢 是 那個興趣是非常大的 那當然這個興趣呢 也都會和國際的貿易之間的利益呢 是很大的關係 因為呢 其中一個看法可以說是 如果我們 只是去發展藥材 中藥的產品 而我們忽略了 品質認證 標準的工作 但是 要將任何的產品國際化呢 進入國際市場 一定有國際認可的標準 那如果我們是 我們自己不能夠做到這個工作 又讓其他的地方做到這個工作呢 那有可能呢 做成一個情況呢 就是我們做完的呢 是一些低增值的部分 雖然這個產品原料 全部知識呢 其實是在我們那裡的 紅厚的中藥的文化和知識 在我們那裡的 嚴格來說 知識產權都在我們那裡的 嚴格 但是呢 如果最後那一關的 驗證 其實是掌握在其他的地方那裡呢 那最高增值的部分呢 在那個產業鏈裡就不在我們那裡了 那所以這一方面的工作呢 我們是非常支持的 我們香港的企業 和我們的學術的機構呢 和創新科其處在這方面的工作 是至為重要的 那但是呢 我相信呢 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 不能夠抓緊的時機 那我們就會落後於國際活勢 所以下一步來說呢 我相信呢 我們在中醫藥的發展的委員會裡面呢 集中都要討論這個問題 看看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加速這個方法 為了整體全面這樣 是引導香港的中醫藥發展呢 透過特首的政綱施政報告 我們在本年二月成立了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也都在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下面成立了兩個 一個中醫一個中藥的小組委員會 下一階段呢 我是非常之期望呢 這兩個小組委員會呢 就住各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議題 在中醫方面 我們很重視的 怎樣提高中醫的 在香港的主要地位 中西醫結合的臨床模式 和呢 探討 在香港中醫住院服務 乃至成立中醫院 這個問題 在中藥那方面呢 我們非常之 是重視呢 在中藥和科研財方面的配分 在中藥的檢查業證方面 以及怎樣能夠支持到香港的中藥的產業的發展 這個呢 可以說是我和黃珍處長 一個最最近這一兩年的一個很大的共同的一個願望 但是我們知道呢 業界呢 在發展方面 因為香港的中醫藥業界 以中小企為主 在發展這個GNP 就是這個認證呢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可能 那麼我也都很希望呢 我們創新科技處 透過我們在中藥的小組呢 能夠再能夠跟業界一齊 或者跟學界一齊呢 想到一些可行的方法 要政府呢 學界呢 是可以支持到業界 在中藥產業 那方面 尤其是GNP 那方面的發展 推動科研呢 正如我一直這樣說呢 是發展中醫中藥科科學化的必要的元素 因此這個範疇呢 要探討如何進一步促進循正醫學的發展 加強目前的中醫藥基礎和臨床研究 而且確立重點臨床研究的項目 首先集中研究中醫有教好治療效果的優勢的項目 同時呢 探討政府 是可以為研究機構提供的支援 可以不會呢 也都會 像剛才這樣說的 創新科技處 文化的中藥研究和發展委員會 在這方面呢 是拼手合作 中醫有作為傳統醫學歷史 為香港市民作出的貢獻呢 大家有目共睹 目前除了純中醫有的治療之外 中西醫合作的治療方式呢 正如我剛才說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我已經知道 在臨床方面呢 有幾個領域呢 我們在中西醫合作的方面呢 是做得比較多些 包括癌症 痛症 還有中風康復等等 我也都知道呢 這兩天的研討會呢 在這幾個方面呢 尤其是癌症方面呢 都有一些經驗的交流 也都很感謝我們來自內地 和國際上的一些有關的機構 特別是內地的一些 中醫總流科的專家代表呢 包括周杜林教授 羅湘基教授等等 也都是有機會到這裏 和我們分享 那我相信呢 中藥的科研界 和我們補助 同一個理念 是透過本港的中藥研究工作呢 促進中醫中藥的發展 令到傳統中藥 在提升公眾健康方面呢 產生更大的作用 也都衷心期待 業界繼續 和政府呢 維手合作 一定要有業界的支持 學界的支持 我們的發展策略 才能夠更實、貫徹、實施 最後呢 我希望在這裏呢 各位在這個論壇裏面 能夠 是 盡量發揮這個平台的作用 有一個很建設性的交流的經驗 亦都將給大家的專長呢 是能夠盡量 對香港中藥 發展成為國際中藥平台 作出一個公平 亦都祝這個論壇 能夠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高部長 請先到台下動作 接下來 我們將會有 第二位的講者為我們分享 我們在這一段 下動作 一段 的確保 我們一段 的確保